恭喜發財 梁志祥恭祝大家身體健康 今天2月22日是一個很特別的日子 原來立法會員要去打疫苗 打疫苗很重要 因為亦是抗疫的一個重要方法 希望各位市民和立法會員一起去打疫苗抗疫 今天還有一個重要的事就是夏寶龍 港澳辦的主任向大家發表了一個重要的講話 這個講話是關於愛國者治港為核心的一個重要講話 這個講話其實最重要的一點就是 告訴大家 中央政府全面管治香港的角色 必須要繼續執行 持續執行 首要搞好愛國者治港這個重要的標準 包括選舉制度 選舉制度香港有三個選舉 一個是區議會 另一個是立法會 更重要的是特首選舉 這三個選舉如何令到參與者 以至到當選者都是外國者呢 在這方面 我相信中央正是準備研究一套方案出來 這個方案 根據夏寶龍主任說 會和大家做一個緊密的 特別是和特區政府緊密的聯繫 和磋商 另外一個就是和我們香港的港大市民 去聽取意見 所以我們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變革 所以我們希望各位香港市民 如果你有任何對選舉制度的意見 可以到時向中央政府提出 我認為將來的選舉有兩點很重要 第一個就是你如何去做好宣誓 證實誠心誠意去支持特區政府 去擁護基本法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基本的政治立場 第二個就是你如何為香港特區政府 作出你的重要意見 令到香港可以成為一個經濟發展 民生發展得很好的地方 繁榮穩定香港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在這裡都希望大家和我們一起 為香港的未來建設 為香港的制度建設 作出大家的更好意見 各位朋友 如果想收到我們最新的消息 麻煩大家分享留言讚好訂閱 我們的WeChat Facebook YouTube 多謝大家 多謝你